丧尸宇宙终于揭开了零四九的身份 不是说无双战神打破了他的面具 这种表面上的玩意 而是揭开了整个丧尸宇宙的起源 这是丧尸宇宙刚刚更新的 第十季的秘密彩蛋的内容 虽然只有几十秒 但是包含的信息量真的爆炸 这里出现的场景是 丧尸马桶博士的幻觉 而且在幻觉中 他清楚地听到了零四九的声音 揭开了丧尸宇宙的起源 虽然无法确定录像中的 这个被马桶博士用来做实验的监控人 是不是零四九 但是零四九是马桶博士的实验素材 这个肯定跑不了 至于他是怎么拥有了半个人类的面孔 这是一件仍然被隐藏的秘密 不管怎么样 他依然记得马桶博士对他做过的残忍的事情 现在太可报复了 他给马桶博士注射了 是一种叫做天蜥柱的病毒 从名字上无法得知这个病毒的详情 只知道上次马桶博士的活着上面 出现了紫色的出色 你们认为这代表的是什么能力呢 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另外我还思考了一下这个彩案的时间线 由于第二次世纪里面 上次马桶博士还没有出现紫色的触手特效 所以推论在第二次世纪里面 被监控联盟打爆的上次马桶博士 并没有死而是被零四九 给带回了他的TD的这条时间线 很正确的 也就是说 后期上次马桶博士肯定会出场 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表现了